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长官与各位现金大家早 接下来由Arupa帮各位带领进入一个 所谓的IoT的一个资讯以及安全的时代 网络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网络它所需要承载这样的一个Security部分 它的应用是怎么样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一直在看整个IoT Security部分 怎么样去做资安的部分 可是很多的一个基本功 尤其是在网络部分必须要打好你的基础 才有办法建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Security的部分 OK 那现在大家讲IoT的设备很多 非常多 未来会有几百亿个设备 事实上这张图我问了很多人 大家都看了五感 为什么 就像我一样20年前是70公斤 现在是90公斤 我问我老婆 我没有变胖 她说好像没有 因为她每天看 看不出来这样的感觉 我用三个时间点让各位很清楚地知道 第一个 各位知不知道三机开台 三机开台是2005年 所以它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因为很多的Mobile device开始可以上网 可是因为它速度不够耗电 所以在四机开台 2014年 经过了9年之后 因为它速度够快了 然后很多的设备可以省电了 Wi-Fi也可以省电 以前三机各位开Wi-Fi是很痛苦一件事情吧 大概半个钟头就没电了 所以在世纪时代 大量的很多设备开始上网 5G开台 各位最深刻的体验 就在去年 2020年 5G开台 大量的IoT设备 大量的AR VR的应用 会在整个一个网络上的运作 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设备 甚至现在不只在讲所谓的数位工厂 甚至是数位家庭 各位家里的冰箱 电灯都开始在上网了 等等 甚至很多的游戏机的部分也在上网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说 每个人身上不是只有一只电脑而已 你有手机 你有iPad 甚至你有Watch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智慧上网的部分 所以AR VR的设备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管控 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刚刚之前所长在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AI AI的部分 那AI部分在John Moore的部分 也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data 它收集大量的data的部分 所以在整个IoT设备的部分 所借接的一个age 大家都俗称叫age 所以之前有很多听到intelligent age smart age的部分 因为它收容大量的IoT设备 产生很多的telemetric data 这个data偷给后端 才有办法做所谓的data的learning的部分 跟training的部分 所以在age的部分角色就很重要 另外来讲 骇客也最喜欢age 因为一般传统的age 比如说是一个layer2的switch 它是个偷偷型的 假设有一个人中了runsonware的部分 很不好意思 其他人可能大家供逢其胜 大家都中了runsonware的部分 因为在layer2的age的部分 引起这样的一个device 是容易被突破点 我们俗信要破口的部分 那回过来看就是 在整个一个device的 尤其在制造业也好 或是一个healthcare的部分 你的age部分 当然不能说三不五十 跟你断一下 当一下 看病怎么办 你的生产制造怎么办 所以你value的部分 跟你的reli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 那透过什么样一个 high ability的一个 运作的机制 让你整个一个运作上面 更顺畅这一块 那IoT的部分 刚刚提到 那么多的device 很重要的是visibility 到底有什么样的IoT device 什么样的user device 在你的网络上面 OK 那一般可能 通过传统一个 所谓的DH option的部分 或是一个Map部分 大概知道这是个Windows 这个是个iOS 这是一个iPad 这是一个tablet的部分 一个相关的部分 可事实上 它的行为是什么 你可能不是很知道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Edge部分是 需要考虑很多事情的部分 回过来看就是 网络的基本是什么 你会发现完蛋了 那么多的不同的device 那么不同的Procode 你有不同的side or technology的部分 我怎么去做Integration 因为你不可能说 为了这个device的部分 我建立一个网络 另外一个device建另外一个网络 所以你有不同的side or的部分 很难做Integration这一块 那当然资安的部分 也要怎么去做考量的部分 所以在整个一个运作上面 资安要搭配很重要叫Intelligent 如果做到一个自动化 智慧型的运作状况之下 达到一个资安的效果 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Intelligent的部分 代表你需要挖很多的人力 人工去Cover很多 应该做智慧型的时间 变成很多的人力去消耗掉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Budget的部分 谈谈资安大家觉得 都愿意掏钱 假设我公司的Budget 真的不够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应用既有的设备 达到一个资安的效果 这是很多IT人在思考一件事情 OK 所以结论来讲 就是网络必须要承载 更多的能量在上面 网络必须要做一些变化 做一些改革 在你既有的设备上面 在你的架构上面 是不是可以做很好的突破 达到一个资安的效果 我会来看 首先来看 刚刚提到IoT的部分 大家常见就是IoT的一个 Polive的部分 比如说蓝牙 比如说ZBIC Wi-Fi 甚至一个Propathory的部分 那么多的一个设备的 device的部分 不同的Polive 我怎么去做 Security Check的部分 你要打造四个不同的 Security Check吗 还是有一个单一的方式 做一个整合 这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Aloba看到这件事情 是说 那我们为何不做 所谓Unified Infrastructure 我用既有的AP Aloba的AP Wi-Fi 5 6 甚至6 1的部分 我本身就有提供Wi-Fi的信号 我有提供标准的2.15G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承载你既有的一些IoT device 甚至一些ARV的部分 提供大量的一个 High throughput Low latency一个架构的部分 除此之外 我们内建ZBIC的部分的一个承载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ZBIC的部分 因为ZBIC的部分 它就是比较省电 所以大量的一个IoT device 会用ZBIC的一个Polochle部分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承载ZBIC的一个讯号 除此之外 我们内建蓝牙 Bluetooth Fire的部分 所以很多的蓝牙应用 我们一样在我们AP上面直接收容 我们内建蓝牙却不在里面 那最后面很重要的是 刚刚提到很多 Propriety的Polochle部分怎么办 我们有USB Port 你可以接上去不同厂商的一个 USB的Dongo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一个 Technology的Partner的部分 它提供比如说像 那个空气品质的部分 温度思路控制等等 甚至有个Gunshot的部分 那个枪声的感应器 那枪声感应器在台湾可能不普遍 在美国很普遍 尤其在校园的部分 它透过那个Gunshot Detection的部分 它可以知道 现在校园哪里有发生枪击事件 它可以做紧急的疏散等等的方式 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IoT Device的部分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USB部分就达成 所以刚刚提到很重要的Gateway的部分 你有不同的Gateway 就可以变成可以Unify 在我们Arupa的AP 变成一个Single的Gateway Prefone 据程座刚刚提到 那四个不同的IoT Device的Polochle部分的应用 这一块 好 所以会过来看中 很重要就是Unified Infrastructure Unified完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很好的 Gateway security protection 怎么样是做零信任 所以我刚刚讲的 基本功能必须要先做 你做完Unified Infrastructure 你就很容易做到所谓的Gateway 这一块 那最后面谈到很重要的AI的部分 什么叫AI IoT的部分 OPS这个部分 所以结论就让各位很简单 第一个连接Connect 你只要记得三件事情 Connect Connect完之Protect Protect完之后 有AI Ops 跟Alead 跟Action的部分 去运作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一个Unified Infrastructure 可以承载很多的 Technology的Partner部分 去借借的方式 都可以在我们A-B上面 直接做实行 那当然提到Gateway的部分 很多会讲Gateway也是一个资安的破点 所以有些 我可能是用所谓的Ageo的部分 Ageo IoT Hub的部分 没关系 一样可以透过Control的 打Tarrow到Ageo Hub部分 你又靠一个Service的部分去运作 所以不需要把一些的Data 放在我这边做Protection 有在后端做分析跟应用 Aloba一样 同样的一个手务型在上面 去运作 OK 所以回来看 我们有Unified Infrastructure之后 就很容易可以做到这些Trust 所以根据Gunner也好 或NIST的一个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你要做到Ultrust的部分 Aloba的观点是这样子 很简单 第一个我想要管这个东西之前 我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Device的Visibility 在上面去运作 完了之后很重要 这当然是认证 你必须要透过认证的方式 我才知道说你是我认可的设备 那有认可的设备 我才可以assign你的所谓的AzisWrite 你的使用者群线的运用在上面 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应用上面 完了之后 当然不是说我通关了 我过去了 我可以Azis网路了 我就海阔天空了 我必须要continue monitor 我必须要持续去monitor 你的设备的使用者行为上面 有没有什么差错 有什么问题 那你monitor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做action 你说attack response 去运作 这是个很完整的一个 Aloba的所谓 Zero Trust Security Framework 一个概念 在上面去做 所以很重要的是visibility 那么多的设备 几亿个设备 怎么可能透过一个很简单的pooling 其实都知道你什么设备 所以Aloba再出的是 我们透过我们的所谓 Clipass Device Inside的部分 是AI Power的Cloud的Solution 透过TeleMesh的Data之后 我可以知道 你的IoT Device的Detail 我可以知道你任何的网 接到你的网路上的IoT的Vendor也好 厂白也好 信号 更是你的底层的Behaviour的部分 OK 那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要求跟需求 所以你可能会建所谓的 所谓的MinoPort 或是做很多的所谓的Data Collector 因为你要收集资料之后 有办法往后送 所以你还要架很多的设备 所以刚刚提到很重要 Unified Infrastructure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既有的Switch AP Controller 把所有TeleMesh的Data资料 透过我们的 我们的Central部分 CloudPage Device Insight部分 我们可以做所谓的AI的分析 跟Machine Learning 我就会知道你的设备了 所以简单来讲 Alberto的Solution 就不让各位花钱 你不需要Collector 透过我们既有的Unified Infrastructure 我们可以把TeleMesh的Data 溜上去 可以做分析 OK 而且我们很重要 分析完要做什么 做你的使用者行为的部分 刚刚提到IB Cam IB Cam一般会把你的影像 存到你的NVR主机 如果要透过网路 丢到Dropbox 丢到其他家公司 丢到欧洲的网站 那表示有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Check 你的Behaviour的部分 刚刚提到 Continue Monitor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按照这个图 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Excel表而已 它可以用图示 让你清楚地知道 你到底什么样的网路设备 尤其在IoT device的部分 尤其在制造业里面 或智慧工厂 有很多是用Roseberry Pie 这个小东西 其实不起眼 可是它是大大的有用 骇客是非常喜欢用 因为接到你网路上面 它可以截取很多的 你想要 它想要的资料 丢到往后端去 所以之前NASA 就产生这样的事情 放了一个Roseberry Pie 在他们公司的 NASA里面网路 两年了 后来才被发现 已经被窃取很多的机密走了 所以各位公司 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设备 另外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设备 设备是Windows好了 你知道它是 Notebook的Windows 还是在Roseberry Pie里面的Windows 还是VMware里面的Windows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清楚知道 非常地贴地了解 真正你的设备 是怎样的设备 在你网路里面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Behaviour 你的设备的Connection的部分 Section Destination 相关的部分 你知道之后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我们机制里面去看 我们可以去定所谓的Action的部分 做Tag的方式 原本你这些的一个Program的部分 或是你的Source Destination 等等相关的Section 或是你的Application的部分 我可以用Permit或Block的方式 再写进去我们认证伺服器里面 那这样的话 这个设备会get到的权限 相当于就是该连的就可以连 不该连它就会把它Block掉 可以做所谓的Response Action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很完整的一个机制在上面运作 OK 那回过来看认证的部分 尤其IoT 各位家里面应该很多IoT设备 比如说IbCam的也好 或是一些数位电灯等等的部分 那有可能你用Wi-Fi的方式 你会用不同的SSID的部分 假设你有大量的一个IoT设备 不同的厂牌 那你是不是要设不同的SSID 因为你Permit只有一个 所以在Aloba的部分 我们可以Multiple Pre-seal Key 在同一个SSID 有不同的Permit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去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不需要建构很多的SSID 是因为你要有不同的Permit的部分 去运作 所以我们就可以产生 透过我们Clay Pass的部分 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Multiple的一个PSK 运作 那回过来看 资安在上面最底层很重要就是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把流量清洗完之后 再进到你内部网路 我不需要让你到内部网路 再透过机制去清洗它 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简单来讲 我是用干净的Data 进到你内部网路去 所以我在我的Controller的内建防火墙 而且它是有DPR的功能 可以做到Layer 7的Cellicle Visibility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做到很精细的User的游戏规则 User role的部分 不同的User device 进到我的Control的部分 我就assign不同的User role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达到不同的使用者的效果 那俗话说 有画面各位比较有感觉 所以我用所谓录影的Demo部分 让各位更清楚了解说 我们的运作是怎么样去做 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 我同一个VLAN 不同的User 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群现 这个部分 所以这有两个器材 一个是公司配发的电脑 一个是访客的手机 连同一个SSID的部分 同一个VLAN 可是我的员工要上阿尔巴网站 官网没问题 我的访客要上官网也没有问题 OK 那回过来看就是 我员工有时候要偷懒 上一些Internet的网站 看一下ESPN 现在的篮球的比赛状况 我可以连上去ESPN 访客当然不能让他随意浪费公司的资源 所以他上一些Internet的网站 我把它block掉 他就连不上去了 同时很重要在你的throughput的频宽上面 我的员工当然是full access的部分 他可以到300多M的部分 可是我的访客 来宾的部分 进到不能浪费公司的resource 所以他只能下载大概4.2M的部分的频宽 所以在同一个SSID 同一个VLAN 我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甚至我可以同一个SSID 同一个username password 不同的device 也有同样的效果 OK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不希望VOD太难管了 在罗布达的眼尖里面 VOD是非常好管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因为我有visibility 我identify的device是notebook 而且是公司配发的 或是说你自带的手机的部分 你要上网的部分 我都可以做这样一个权限 派发跟分配运作 OK 回过来看在有线的网络部分怎么办 我刚刚提到是无线的部分 有线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到 刚刚提到很重要 intelligent 怎么样一个自动化的部分 尤其不同的device 那么多ILT的device 我怎么知道 就刚刚提到很容易的破口 就是所谓的印表机 网络的印表机的部分 OK 那网络的印表机 很多人就觉得 我打造或是模拟模仿 这个printing的MagAdress 插进去你的网络孔 我是不是就可以海阔天空 一般公司的策略是 printing port是不做任何的control的 那透过你的方式 我们就希望做到更自动化 那以前的方式变成说 你只能手动的方式 是config跟的switch 哪一些port有哪一些AC 有哪一些switch 哪一些device 只能接到哪一些port 比如说VIP的phone 你只能接到 Voice VLAN上面去 你不能接到任何一个口 user data 所以为什么各位 以前还有很多资讯插座 分成蓝色跟红色 有没有 不能插错 插错就不通了 因为红色是接画机的 或是接网络的 这是固定 因为后面接的switch 是固定的port 它固定的config 你接错了 你就会打电话给IT 说有网络不通了 IT就问你 你插到哪一个孔 红色还是蓝色 OK插错了 翻过来 又通了 所以这变成是 耗费很多的人在上面 所以必须要很多 自动化的方式去运作 所以什么样的intelligent 一样就是有图有真相 有影有感觉 透过这个设备上面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动画 它是一个真实 我们把它的那个http的方式 放到htt设备 让各位知道我们连接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第三个port 接user 它只有802.1x认证 所以它有user access的right在上面去 第三port OK 那我们的第四port 第五port 我们接了Rossberry Pi 是IoT device 所以它拿到是 IoT security role 的运作 所以它有些限制 有些permit deny 等等相关的部分 那有些司机 它的设备怎么办 司机设备 它的deny 我就是把你没有网络 在第七port上面去 所以三五七 第三port是user 那我现在把user插到第五port 刚刚第五port是什么 IoT device 我user现在接到第五port 它变成是802.1x认证完之后 它就拿到employee的assess role OK 好 那第七port一样就是 第七port原本是不能停 一般可能网络port坏掉了不能通 事实上 你要接到正确的device之后 认证完providing完了之后 它就给它所谓IoT device assess role 所以你不需要去preconfigure你的switch 当你的switch上面 你的assess的user role 是咀嚼在你plugging进去的那一刹那 认证完之后得到了该有的权限 这个部分 OK 那回过来看就是 我希望看到我的IoT device的 尤其是有限的部分 做到layer7的visibility 所以Aroba在看这件事情说 OK 我为什么不利用既有的switch 既有了controller 因为刚刚提到我们controller有内建防游墙 跟7层的visibility的部分 所以Aroba在做所谓的user tunneling 那个tunneling的部分 把不同的device经过认证完之后 我可以导tunnel到我的controller上面去 我去运作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就有overlay跟underlay的部分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说 那假设我希望达到这个结果 我是不是全部都换成Aroba switch 不管我的aggregation 不管我的call switch 什么东西都要换不需要 你只要age age 你就可以达到所谓overlay的架构 你的既有的call也不用换 既有的aggregation也不需要换 这个部分 而且可以很重要达到一个 很完整的wire跟wireless的unit的方式 而且是single policy single policy部分 所以你不需要两套不同的 资案的标准 在你有线无线 只要同一个资案的标准 你就会含挂在有线无线的user 跟IoT device里面去运作 OK 那回过来看 大家在谈IoT device 这个设备的security资案怎么做 事实上Alba看到的是 你后端 你还有很多的application应用 你很多app是放在哪里 放在server嘛 所以我不是只有protect你的 所谓的IoT device的资案的部分 而且是要看到你后端的application 所以一般的application 会放在你的server部分 所以很多的server架构上面 需要资案的时候 你会有service leave 你会把资料导到你坏面的 一些资案设备防火墙 相关的部分 或IPS做inspection 再回过来 所以虽然可以达到一些资案效果 可是你会减低你的throughput 升高你的一个复杂性跟运作跟config 所以Alba在看的时候 我希望有更好一个方式解决 所以我们在新一代的switch的部分 我们是把这个switch内建防火墙的功能在里面 我们叫CX10K 或是CX1的部分 Alba CSswitch的部分 它有内建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的部分 我们是跟presental合作 presental或许有人不知道是什么 我讲一个人可能各位就 原来是这样的 presental就是Sysco前CEO前博士 在离开市口之后 所startup的一个新的资案公司 它在做这样的一个晶片 presental的部分 它的晶片叫Alba 这个部分 所以它等于说 我们Alba Switch 内建Alba两个chipset的部分 可以提供800G的防火墙 等于说 以前你是在外面扛一个800G的防火墙 而是现在是每一台Alba Switch 有内建防火墙800G的support 你的scale是非常大的 非常好的部分去运作 这一块 所以它一样有State 4的 Leo 4的防火墙 也有DDoS的防DDo攻击 同时它可以做 IbSight Inquisition的一个工作在上面 甚至它会有Lobinx的一个旗帜在里面 所以你在整个一个portation上面 除了你的IoT device 甚至你的application 你的server farm的部分 同时你可以做很完整的 所谓东西向的一个检测 那可以做到更完整的 所谓micro-segmentation 这个部分 OK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人说我的application是在VN里面 所以你有很多hypervisor的部分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跟hypervisor的部分 做整合的结果的部分 可以让资料流量 透过我们private VLAN的方式 透过我们的所谓的output的方式 把这些VN的流量的部分 导到我的所谓的CX1的switch上面 去做inspection跟一个检测的方式去运作 这样也是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一般在hypervisor层的V switch部分 它是个Layer 2的 所以它可能如果我不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我在里面就已经运作完了 可是我可以把资料流量导出去到外面 在我们透过我们的airbar switch的一个inspection 做完整的监控这一块 那回客来看就是说 刚刚提到我们很重要continue monitor之外 要做所谓的response跟attack的部分 怎么去做 那当然各位公司都有很好的一个IPS 或是防火墙 各位都有见所谓的一个数据平台的部分 Sprunk等等相关的一个lock analysis的部分 所以Aroba的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如果你要更做好所谓的很完整的 所谓的联合防御 尤其是透过你的Layer 2 做所谓的分散式的一个攻击 在你的Layer 2 switch上面的时候 怎么样做很好的一个主角 做隔离的动作 所以Aroba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既有你的治安设备的部分 做所谓的区域联防 所以当user完了之后认证 那你的相关之间都到你的Syslog平台上面 的Sync平台里面 那当这个user有问题 或是ID device有问题的时候 它连上去之后 然后透过你外面的防火墙 或是IPS部分 它侦测到了 它会把这个data block掉 feelter掉 可是它没有办法改善 或是让你的内部感染减低 因为它主要的工作就是 帮你把有问题的资料filter掉 block掉而已 所以它就会透过我们的Claid Pass的部分 内部的一个机制 它知道说这个user 它是接了哪个switch哪个pull 透过哪个方式的认证 它透过coa的方式 做quarantine的方式把这个user隔离 隔离 它就隔离在外面 同时一般user如果中毒了之后 通常他不知道自己中毒了 他反而会challenge我的IT 说我为什么网路不通了 这一块 可是当你在user在access的时候 他从此会跳出这个画面出来 说你已经中毒了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或什么样的档案 里面含有myware等部分 所以被我block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user 他就很谦虚地跟IT请教说 不好意思我中毒了怎么办 所以user就很有感觉说 我怎么样知道去input 我的整个user experience在上面 所以最后面来讲 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回顾来看 在整个real trust security概念部分 我们要做到 第一个unified infrastructure 所以各位就可以很轻易地做connect 不管是有线 不管是无线的方式 无线的方式 透过我们unified infrastructure的部分 我们可以整个很多不同 Io device protocol 有线的部分 透过intelligent的方式 透过user role的方式 你不需要preconfigure 你的edge switch的部分 就可以达到 很好的一个user role的 派发方式去竣作 各位IT的人就不需要 每天守着excel表 excel表的部分 完了之后 就是可以做很好的protection的部分 不管透过我们内部的机制 透过一个sev party的 整个integration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很完整的一个 virus的attack response 去做action的运作 最后面因为议题的时间有限 事实上我们还有AIOps AIOps的部分 如何做到一个很完整的AIOps AI IoT的部分去运作 最后面还有一个没有提到 就是基本上 Alpha的部分是非常广地涵盖 网络的任何环节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公司内部的网络已经解决了 可是我有很多外点怎么办 所以Alpha很多的一个 所谓的edge connect的部分 我们提供很完整的sev的solution 所以它一样可以监控 解决user role 派发到你的branch的 一个IoT device上面去 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 就是怎样去提升 透过你治安的需求 用网络方式提升你治安一个等级的运作 以上这是我的报告 谢谢各位